谢谢啊 刚才是高峰和卢云平 高峰是我师弟 卢云平是我徒弟 俩人唱得不错 刚才唱的是德国帮子 法国帮子 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 又换上我们两个人来了 再说一段 其实您各位对我们特别熟悉 我叫郭德纲 他叫驴鞭 在这个舞台上 你先等一会儿 您这么介绍 我这名字有点壮阳了 知道吗 还有孩子呢 您瞎说 您说错了 岁数大了嘴不利索 姓鱼 这就对了 鱼鞭 那么在 越介绍越小这个 鲸鱼 你就别对付了行 别搅和 鱼鞭 这就完了吗 这不就得了吗 叫什么不吃饭 真的不成 来了这么些人捧咱们 人家说德国人呢 不爱开玩笑 中国人是特别好开玩笑的 幽默 而且你说这么老远 上这儿上校来 上这儿工作来 来来帮国内说相的 大伙来看一看 听一听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今天只要大伙坐得住 我大伙给你们说点 电视台不让播的节目 您还有这个段子呢 其实哪段都不让播 但节目好与坏不能用 能不能播出来做标准 那对 观众喜欢这是硬道理 对 当然了 你让所有人都喜欢咱 不可能 不能够吗 你今天这么多人 我就很知足了 整个德国据说有中国人才15万 分布在不同的村庄 村庄 是吧 我住那地儿 他们说叫杜村 离着还挺近的 这个各个村 大伙今天能聚集这么多中国人在这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是这样 是不是 村长来了 好吧 今天是一个高高兴兴的晚上 让大伙开心 人是 中国人就老化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费舌尖 您也不喜欢我们 您也不爱看 您坐在这 那不就受罪 对 是不是 何况您各位今天花了这么多钱 买票 当然了 这个 为什么说观众是一时父母就在这了 值得您的每张票钱吃饭 得对得起您 这叫义德 没错 当然了 您花钱了 您这晚上快乐了 高兴是用钱买不到 这也是值的 你花了八百 花了一千 不管花多少钱吧 挺开心就值了 你这花八百 你在家看这八百 你乐不出来 在家怎么乐 你在家吃完饭 你掏出八百块钱坐那你乐 看这钱乐 这乐不出来 乐出来 你那个病八百治不好 那不是神经病了吗 那不是神经病了吗 就是嘛 所以说快乐是最重要的 当然 今天晚上也有人没有来 没来的 后果自负 这有什么后果 后果很严重 什么后果 省不少钱 就是省钱这么个后果 跟自己人才能说这种自己人的话 这是玩笑 是不是 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 能被所有人都喜欢 这是不可能的 做不到吗 那个不科学 举一个例子 你在家看电视 打开电视 有主持人 有影视剧演员 有说像的 不管什么人 某一个演员 你不认识他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你更不了解他的背后 但是打开电视 你就恨他 就不喜欢他 这在心理学上 叫刻板偏见 有专业名词 你也不知这人是不是杀人犯火了 头一回见 你就恨的都不行 我就宁为他 允许 这也允许 刻板偏见 很正常 打开电视 又郭德纲做节目 又真好 其实不是我做好 只是您喜欢 您能接受 人家有的人 打开电视 一看郭德纲真讨厌 不喜欢 换台 那就不看了 郭德纲笑声专场 换台 还不看 江苏卫视非常了得 还是您换台 郭德纲演的电视剧 换台 电视让你包了 是怎么着 全是你 你喜欢 您就看 不喜欢 您就不看 是 当然也有人很偏激 怎么叫偏激 我不喜欢看郭德纲 谁也不许看 全都不让人看 家里亲戚 谁看就跟谁急 这一进门 他爸爸坐那儿 正看电视 非常了得 你的节目 呵气的 过去给他爸爸 打 打上了 摁那儿就打 至于吗 他妈过来就劝 别打了 你爸爸 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妍 哎 比看你楼子还大呢 这个 说这个事 喜欢您就多看 不喜欢 犯不着跟自个生气 这是实话 作为艺人来说 难就难在这儿 正所谓众口难调 对 只能尽全力 好好的演 人生一世 说两句话 活一百岁的 没几个人 尽量的既对得起自己 又对得起别人就可以了 前半价想想自己 后半价想想别人 五经天明亮 心头想的事 就是你的良心所在 有的时候 我自己也想 哎呀 圈里圈外啊 人在江湖的 我千万可别对不起人 怕对不起人 老得琢磨这个 那您琢磨过吗 琢磨过 您有对不起的人没有 有啊 哦 您也有对不起的人 有 您说说对不起谁 同行 怎么对不起同行呢 在一个行业里面 你做的比同行优秀 你这个罪过还小吗 哦 这就叫罪过 只有同行之间 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是啊 你想着到 德国一修自行车的 干嘛恨山东一种大葱的呀 那不挨着 不挨着 他只有在一个位置上 为了共同的名语力 他才会有竞争 那么这会儿就看人的良心了 厚到点了 算了 人比我强就是比我强 心窄的就是 我得把你弄起来 把你弄起来 我上不去 我也会很快乐 所以说人活一是 第一别害人 第二尽量别让人害 这倒是 所以说老说 对不起同行 其实话又说回来 这么多年来 不是郭德纲多么的出色 那是 是同行们的衬统 这话说的 这么多年来 我就是中国相儿界 打不死的真魂 是啊 我也习惯了 我也习惯 因为这个 好多人还跟我聊天 说你们这说相 分主流非主流是吗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说这句话 什么叫主流 什么叫非主流 不就说相声吗 所谓的分 也无非是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 分这 体制内的国家专业院团 有工资 有奖金 体制外的 民间这些个 自己成立的院团演出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分 但是这里边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分不开 余老师 主流相声演员出身 对不对 打小 这就是群义团学员班 典型主流 毕业之后又在群义团工作 是 这到后来的中年了 到德云社来工作 你说它是主流 它是非主流 这是说不清楚 人家还得过那个向儿大赛的 那个奖呢 参加赛得过奖 这个拿过向儿大赛 一等奖 没错 拿过 这个不丢人 这有什么丢人的 这多新鲜 可不是不丢人吗 当然不丢人 但是也不露脸啊 怎么不露脸啊 比赛列为记住了 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怎么解释 文 所谓的文指的就是 比如说艺术类的 唱歌啦 说相声啦 唱戏啦 弹琴啦 这都算是舞蹈 都算是文 文武第一 怎么说 艺术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界定 说就是这个演员好 说就是这个演员不好 这是不科学 是吗 同一个舞台上 张三说一向上 卖不头 李四说一向上 爆菜名 对 肯定有不同的观众 喜欢不同的演员 你怎么能告诉我 这个卖不头的 就比那个爆菜名的强 我就喜欢爆菜名 我就不喜欢你那个卖不头 我就认为他好 那其他观众就认为那个好 你这不抬杠吗 所以说文武第一 永远分不出来 谁是真正的好 只能是大概齐 武武第二 体育类的是一定能分出来 谁好谁不好 必须分出来吗 咱俩跑步 我打着到那 比如说我跑个20秒 余老师呢 15天 那我就别参赛去了 我这丢那人干嘛 你是半截拘留了15天 这好 我干嘛去了 比如说我20秒 你30秒 那差10秒 一下就分出来 对 就是20秒的好啊 就是30秒的第二啊 对啊 很简单 但是艺术类分不清楚 所以说 像是大赛呀 什么唱歌大赛 这就是乐呵乐呵就得了 非得说就是谁好 那是骗人 实话是 咱当初也是 我还看过他那奖状呢 我拿回来大奖状 预先什么获得像是大赛一登奖 对啊 奖状拿着钱呗 那给人看 太心智了 你能花多少钱 给你你能花多少钱 好好讲 到最后打的呀 人脑子出狗脑子了 听伟们也没办法 别闹了 给他哑巴吧 就给哑巴了 他那回是闹嗓子 说不出话来 就给我了 得了这么一个一等奖 那是不露脸的 当然了 你要非得把主流相声器 和非主流相声器分开了 也不是不行 那也能分 你比如说 主流相声器分三个档次 哪三个档 第一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和著名的呢 可以上这种大型的晚会 留一大背头 穿一制服 抹一小红嘴巴 捣吃的跟北朝鲜 政府官员似 往这一站 江慷慨催人尿下 尿下 他说那个玩法 他也不信 你也不信 这俩说相 给人的感觉就是 全世界要没这俩人 所有人就都得堕落了 他有这个状态 第一个档次 艺术家 第二个档次的 著名相声演员 大晚会可能未必上得去 但是很挣钱 钱从哪来呀 吃企业家 老板呢 围着企业家转 蒙吃蒙喝 借个钱呢 就跟着一块 山西 那个梅老板聘闺女 打北京 拉一车相声演员 送那去了 都卸在框边 卸在那 对梅老板全家 无限的赞美 说好词 哎呀这个新娘子 长得跟我租奶奶似的呀 这什么词 不是夸人的吗 梅老板 这给三万 那给五万 真不少 发财 这路是属于 做外围的相声演员 说相声也有 做外围的感情 每年他们跟三亚 有一聚会 没我们 这不一样 第二类 第三类就是 普通的相声演员 大碗会没有他 吃这些个 铁家也很困难 那怎么办呢 吃工资 工资 三千五千的工资 那不多 演出呢 就是以慰问为主 慰问不给钱 也给 二百五千 那不多 上台十二分钟 中国现场界 内部定的时间 十二分钟 上场就唱 唱什么呀 无论到哪去 今天比如说青岛 往那一站 什么青岛啊 青岛啊 我弟故乡 这俩不是青岛人啊 就拿这当自己家乡 唱完了 再说一个笑话 鞠躬下台 二百五千 这当家乡这么唱 明天奔太原 太原啊 太原啊 我弟家乡 二百 赶紧家乡 保丁啊 保丁啊 我弟家乡 二百 那也就是 俩字的这个地方 他们唱 撒字也行 能唱吗 施加庄 施加庄 我弟故乡 二百 加姆斯 加姆斯 我弟故乡 二百 乌鲁木齐呢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我弟家乡 二百 我弟弟故乡 布衣诺 爱丽丽丝 这个 怎么唱呢 我酝酿一下 先想 布衣诺 别去了 别去了 怎么不去 这路演员没有護照 出不了国 你二百块钱 你上哪去 最大的乐趣 就跟家里拿手机 拍渔缸 干嘛 拍完渔缸 发一微博 哇 我在普及岛潜水 潜水能看你渔虫 很快乐的事情 什么可快乐 这主流向上界 还有非主流 非主流向上界也分三个档次 你说说 第一 都是民间艺人呗 红阳民族文化振兴相声事业 拿相声当自己的生命一样 譬如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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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吧 会越来越多的 第二个档次呢 就是普通的民间班舍 旱老平天 卖五百吃五百 卖三百吃三百 多挣多花少挣少花 第二个档次 第三个档次就厉害了 怎么呢 第三个档次的非主流向上界 最早是观众 观众 听了些日子呢 揭竿起义了 起义了 老买票 他觉得不足以平民分 120块钱做一大罐 三十五块钱来双布鞋 就上了场了 站台上也说相声 艺术风格多样化 都有什么呀 有陈胜吴广 有李子诚 有太平天国 一群土匪吗 这不是 最难惹就这帮 反正是 不管是主流也罢 非主流也罢 我很愿意大家 冰河一处 将打一家 这么多的观众 喜欢先生 咱们好好的说 比什么都强 没错 是不是 当然 同行跟同行之间 还是有区别 好多人老恨不着 郭泽刚他们很讨厌 对吧 郭泽刚弄死 其实话说回来 真是 你把我弄死 你也卖不出票去 不是说我死了 你就好了 那是两个概念 另外相声 是世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可是又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行 无章可勋 我说相声 我这儿说 观众您笑了 我把这个交给我儿子 他这么说 观众就不笑 或者是我让我徒弟来跟我学 他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他也不笑 他很难 他不像其他的艺术形式 唱京剧 我学马列良先生 我连毛病都得跟马先生一样 才能像马先生 这行不行 你要跟谁一样 你就死了 没办法的事 所以说在相声界来讲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的淘汰率特别的高 有的孩子七八岁开始来 一学学个十年八年 到最后 二十五六了 还得跟他说 孩子你不适合干这行 还有的更惨呢 就都没告诉他 是不是 我就不适合干这行 就适合干这行 你更适合干电工 对 我修话筒比较快 而且相声啊 难就难的事 我们老说希望雅俗共赏 但这四个字 说句良心话 真正的体现在舞台上 有很多的麻烦 好多人老得说 哎呀 我希望相声更雅一些 这是一个误区 无与你焉有荷花 这分不开 雅语俗是辩证的 太雅了 这个东西就不成为艺术了 太俗了 观众也接受不了 并不是说两人往上一站 然后你也胡说 我也胡说 观众就买票 那不可能的事 谁听胡说 甚至说过去我们有相声 在舞台上说着说着 觉得不像话了 别瞎说了 打这么一下 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 因为第一 这个扇子是特制的 你会觉得拿起来 啪啪 为什么想啊 我们是经过加工的 不疼 它出声音 但是一点都不疼 情绪到这了 给这一下很正常 有的人说 呀打人很野蛮的 有时我都想劝劝他 为什么放弃治疗 谁治疗 你看个电视剧 看个电影 嘟嘟嘟嘟嘟嘟 一打机关枪一死 死一山坡人 也没看你怎么着 这打一下 你都接受不了了 这玩意还得吃药啊 是吧 包括台上 呀你为什么有时候 老拿于谦老师开玩笑 列位上了台 这是假的呀 对 你看电视剧 这管这叫爸爸 你知道是假的 那当一枪打 你知的是假的 一男一女一卫 我睡觉 你知的是假的 怎么到我们这全是真的呢 是 说两句玩笑话 就把你教坏了 你少来这套 你来时就是那个玩意儿 真的 听相声的全是好人 有文化有素质的 才能坐这听相声的 我要求是让你们快乐 如果说在节目的背后 你又能误出什么来了 我很开心 这段相声讲完之后 对我有个启发 里边有个人物 这个人做事不应该 我以后给他学好 如何如何 这就非常好 但这个不是我强加给你们的 这是舞台 这不是讲台 说相都讲课了 还要学校干嘛呀 所以说 好多人就愿意跟说相声的 去较真去挑剔 哎呀你看 听完了相声啊 我这个做人的标准都下降了 我心说你在家还看毛片呢你 你没法弄 所以有时候也 也很为难 不容易 有人说相声很简单 这俩人站台上 一瞎说就完了 您记住了 最难就是我们这行 如果说演小品 比我们简单一百倍 那就容易多了 它是直观感的东西 这个人演老太太 那演他什么儿子 两个人台上 有时间有地点 有人物有布景有服装 对 两个人来演这个 你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呈现 刻画人物 像是没有 全是我一张嘴告诉你 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节冲突 矛盾笑料 我还要让你笑 是我带着你进入一个幻想的这个情景来 你去设想那个楼房什么样 那个人物什么样 这得多等等 那这玩意儿 要演小品呢 我们早艺术家了 那真容易 我们俩演小品 那还不简单吧 我粘个胡子 我演他祖宗 然后我从你先到 这辈我下班回来 然后 咱俩还是说像是挺好 我觉得 这辈儿落得还小点 这个 那个比这个简单的多 是 全靠两个人 有人说像是简单 哪怕 哪怕台上有的时候有一种包袱的技巧叫伦理人 叫儿子那边叫爸爸 用这个辈分的差异来找一个小玩笑 哪怕这叫生儿子那儿答应一生都得学三年 我叫儿子那儿还有 答应错了 嘴太快了 余老师我又吃亏了 刚才我没说明 咱们再来啊 叫一生儿子 德国这是我的家 我得想想我哪年来的这儿 没来 岁数大了 我会承认的 我会承认的 老了 什么叫老了 这是台上叫儿子 说个玩笑话 你得知道人家怎么叫 你才能学会怎么回答 嗯 就很难 儿子 好家伙 进来之后就有那个偷懒了 不愿意往上爬 得了咱们跟着凑合吧 好歹也进了门了 得了你也是艺术家 我也是艺术家 好了咱们一块凑合吧 都想梦事儿 都想梦事实际上不容易 不容易 既要跟观众打交道 又要跟后台的孩子们打成一片 你得告诉他相声是怎么学的 不容易 德云社有自己的相声学校 对 都在那儿教课于老师 于老师在我们学校 好 所有的老师里边 于老师这份 有捧我 如同是天上的星星一样 我就那么亮 哎 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 有我没我都行 不是 没你不行啊 怎么不行 我也讲课 我一讲课 孩子们还有冲嘴的呢 我一说过他 就不爱听的 你瞧 他一说大伙 都瞪着眼 精神集中 怕他说错了 背着我呢呢 你像什么月云鹏啊 什么孔云龙啊 烧饼啊 我儿子郭麒麟啊 这些个都是我们自己学校里边培养出来的 一上课的时候都爱跟于老子斗 对 他这个人好开玩笑 我喜欢斗 你一上去 上课 然后该睡觉睡觉 我也别打扰你们 啊 你看哪老师这样说话 哎 睡觉 睡觉 我别 要不我别说话了 我不出声 别影响你睡觉 从这个时候都我儿子站起来 说吧 你不说话 睡不着觉 哎 他听习惯了那是 他好跟孩子们斗 不睡咱们就上课啊 那讲讲吧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相声历史 好 水有源 树有根 啊 相声哪年有的呀 啊 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故事 我这上纲上线 郭麒麟又站起来了 嗯 那您说吧 世上先有的鸡先有的蛋呢 这是台纲 小孩开玩笑 也就是于老师 怎么着 世界上先有的鸡 我回答上来了 我儿子问他了 啊 那您说说世界上第一只鸡是怎么来的 告诉他 于老师仰天长孝 哎 哈哈 生活所破 这么难的一个题让我给回答上了 我就告诉人这个呀 我 不容易 那是不容易 而且哪节课都得用于老师 我都给他们讲 我给举例子 这节课是相声历史 下课了 孩子们再上课 体育课 那是练 这三十多学生操场上 站好了 干嘛 准备跑步 都摆上字 跑步是锻炼肺活量 对 跟着等着 这儿寒 孙老师 孙老师 孙老师叫孙岳 孙岳教体育 德运社的大胖子 比这桌子还困 这么胖 我师弟 太胖 来那年我就问他了 你多少斤 我二百六十斤 后来我知道上当了 怎么呢 乘就到二百六十斤 哎呀好 都打到头了 孙胖子那裤衩脱起来放着 他要不穿上 你不知道干嘛用的 好家伙 你不像余老师那两根馅儿 别提这个了 管事不一样 大胖子 孙胖子坐飞机得买两张票 两张都得靠窗户 那就堵瓷似了给人家 跑那天坐地下 地下一个油印 还得至于吗 大胖 教体育 哎呦 你们又多恨他也说 孩子们都站好了 准备跑步 请孙老师 他来吧 俩学生把孙老师从办公室里架出来了 都得架着出来 操场上有一个红木的圈椅 那椅子大 孙老师往后一仰 俩学生往这里边塞肉 这孙老师一边挂着半扇猪过来 把人塞进去 脖子挂着一个哨 这哨干嘛用 他一吹哨 孩子们好跑 好听这声 拿着哨 先喘 吹吧 有这三口气都吹完了 知道吗 死了 至于不至于 孩子们 跑了 这俩学生不能动 干嘛呀 请余老师 我来干什么 带课 带着跑 替胖子跟孩子跑 哎呦 这打办公室赶紧出来啊 到胖子这先鞠躬 我得先把白事办了 一转身 余老师像脱缰的野狗一样 野狗一样 我在咬着谁 野马一样 野马狗一样 怎么非有那狗跟这 好了 孩子们再抢救孙胖子 好嘛 这咱实话实说啊 不容易 这岁数 四十多了 小孩们 你郭其林他们 十七八二十郎当 四十娜算什么呀 跑完了三分钟 停敷了 喘云了 对 进教室 余老师在进教室 哎呀 岁数不饶人 哎呀 就喘啊 这口气儿 孩子们还等着 哎 哎 怎么也回不去 就让这口气儿往下走 啊 气儿是可以往下走的 当然是可以往下走的 气儿就如同有生命一样 怎么叫生命 上门 捂着嘴出不去 气儿也琢磨 下去吧 这是气儿琢磨的吗 这个 下去找 看哪有亮光 哪有亮光啊 哎 前面好像有亮光啊 是吗 护摔护摔的 没听说过 哎 趁着有亮光 出来吧 我放出一羊肝队了是吗 说你这身体的忠厚偏下部啊 这排出一股子烟来 至于烟呢 整个教室里半辣教室 浓烟笼罩 没听说过 看不见居老师的 啊 郭麒麟吓坏了 啊 村长老受了神通吧 嗨 哪蹦出这么一句了 二十分钟 啊 前儿哥打云雾里边 我一直在屁里罩着呢 哎 哎 我喜欢被烟雾笼罩的感觉 我改革革悟了 啊 当然 他 也害臊 这哥谁谁都害臊 师到尊严 啊 也难受 不体面 可这个岁数他憋不住 那是 后来想 有没有办法能堵上点 他堵上 来 来 来个葡萄 拧上的是吧 行吗 问题是葡萄它容易碎 啊 那玩意还脏骨肠呢 那个 而且这据您来说汤 那葡萄完事改两瓣了 怎么呢 你是丁字库啊 啊 别提这个 怎么老有这丁字库 就切开了也是 这没听说过 来个枣 枣 枣 行吗 枣问题是这有糊啊 那怕什么呢 生根发芽怎么办 干嘛过那么长时间 来个酒枣 泡过的 那要上头呢 干嘛 碰茶酒架子说不清楚啊 这至于不至于 来一个 偶 偶 偶行 偶很好啊 大小适中 问题是偶它带眼 这您明白了 容易放碎 啊 这挺好一批 改发洒了 这不行 真的 这不行 东瓜 东瓜 稍微大了一点 甭稍微了 就是大了 榴莲 哎呦 啊 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样 咱们还是商量商量 东瓜吧 好吗 这受不了 我有一朋友 开打靶场的 干嘛 有用完了 那个作废的子弹头 有用吗 给了于老师一个 子弹头黄铜的 这么大 一头圆一头尖 是 也很上品的东西 这有什么上品 黄铜的 是 千哥挫的手里 就别颠担了 哎 你们那儿不是还有炮弹吗 用不着啊 用不着 就这挺好 知道吗 哎 这么大 找一个大师 给开个光 用得上开光吗 这个 大师你给我开光念念 还念 怎么用啊 大师都不明白 这个就是 哎呀 货啊 现演示 合着 大师尖尖头 能念吗 能念 怎么念 出入平安 废话 这用他念吧 这个 上手打眼 干嘛 双根绳子 脖子上一锅 挂脖子上 平时没事挂脖子上 用的时候拿下来 再上课 举手头 也没有这么精神 这个啊 没事 是我抽了烟了 是怎么 很开心 很开心啊 当然了 你不能老带着他 哎 下了课了 或者差不多呢 也得让他见见天日 嗨 不用那么文静 上哪儿去把他拿出来呢 啊 教室里边都是孩子 再让人看见 办公室里边还有老师 人也不少 最好的地方就是 学校的公共厕所 上厕所就可以 哎呀 一望两望没人 啊 余老师 你搬厕所 哦 我上厕所 唱戏去了吗 这不 哎 行了 行 我在吊坑里头 一会儿 厕所没人 没人 闻了闻心神 我好这口是怎么着 我 这是闻心神的吗 这 不是精神啊 我到那儿过瘾去了 干嘛呢这是 四十分钟 啊 厕所都没味儿了 是啊 我都中毒了呢 是 脸都黑了 好家伙 确实厕所没人 没人就赶紧 我再到旁边 南厕所看看 哎 回来 回来吧 你行了 行了 甭看 合着我一直在女厕所那儿 磨分的刚才 知己知己 百战不贷 不用这么细致 这是到了南厕所了 啊 闻闻有没有生人味 哪有生人 竟是生屎味了呢 这整个人为之一正 比扎了真多管用 那是 开心的啊 啊 借裤子 找这绳子头 还甩一头出来 别甩了 甩什么呀 天真呐 天真呐 那是 甩是上门的鞋 好家伙 这大师白念了 很平安 还守着个平安呢 能顿出来就平安啊 那是稍后平安啊 墙上有一钉子啊 挂东西用 像别踩了 不是什么干净东西用 哎 拿手一摸啊 兜里有一包 念金纸 你就来了方便一下吧 也行 姐裤子 蹲这儿方便 方便完了 把这拿出来一撕 搭吧 小面包 啊 我这手感也太差点了吧 你这小面包 这有什么用啊 哎呀 吃了 我就在那儿就吃了 做思考状 吃就吃思考什么 非得等人来 可不是吗 谁上厕所找着药吃 二十分钟 孙胖子来了 他还醒过来了 大胖子一进厕所愣 整个看见于谦蹲在那儿踢牙 哼 恶心不恶心的 我还踢牙 这一面包不够塞的吧 孙胖子都傻了 没见过在那儿踢牙的 看什么看 你来晚了 我都给吃了 好嘛 胖子愣着 都给吃了 就别找了 你那说清楚什么都给吃了 胖子 做点纸 这正事 没带纸啊 孙胖掏纸给于老师 给吧 胖子自己这儿 先把脖子的哨扎摘起来 干嘛 挂在那儿 这是 就一个钉子 就挂在钉子上 胖子这哨 跟您那子弹头挂在一块 都挂在那儿 孙胖子姐 裤子 蹲下方便 干这来的 这儿蹲下 喀 喀 喀 行啦 喀 喀 他还提速了 俩人挨着蹲着 余老师支了耳朵一听 我这都是坑 我还一个腿那么站着 大气 什么可大气的 一听 余老师就勾起食欲来 没听说 我听说能勾起食欲来吗 想起来小时候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什么呀 芝麻酱和红糖 呵呵 那么恶心呢 哎呀 还听着 苦茶苦茶 我不用找了 一会我就买去 买去吧 买芝麻酱和红糖 就那么吃 站起来 系上裤子往外就走 走吧 出去又回来了 怎么呢 忘擦屁股 这害 太忙的 擦完了屁股 嗯 怎么着 我那小子弹头还在那挂着 别把这忘了 这要拿过来弄上 孙胖子看见得笑 别让他看见 拿身子挡着孙胖子 哦 伸手摘这绳头 哦 摘下来 就把这扫摘下来 对啊 后挂子就先摘下来 孙胖子这扫定制 哦 纯铁的 哎呀 十二斤 没听说过 十二斤的扫 大铁扫啊 鱼老拿过来 打个胖子 哎呦 往常 你想 子弹头这么大 啊 一头还有尖 往常 哎呦 走 哎 喝 我这一下塞天针了给我 就走了 今天不一样了 就是呢 大铁扫 嗯 行了行了 我这 您就不明白了 您这是 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知道吗 好家伙 十二斤 大铁扫 我这负着重呢 那可不 这一趟去 都到扁条线了 没听说过 至于这么长吗 这扫 慢慢磨合呗 叫什么磨合呀 好家伙 我都快坐地了 就跟上刑场似的 哎呦 没听说过 出去了 孙胖子不知道啊 方便完了 系好了裤子 嗯 一伸手 把这子弹摘进 哦 哎呦 还不如我这个呢 听着 学生们都等着呢 嗯 这节课 余老师的课 门一开 余老师 昂首挺胸 进来了 我这是昂首挺胸啊 我这 心里的状态是昂首挺胸 是 还没磨合好呢 同学们好 哎呦 老师好 人家 嗯 余老突然间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了 这节课一下课 我可以去买芝麻酱和红糖 好还没忘 心情居快 啊 人一下就放松了 放松好 一放松就全松了 人家全松了 这股子气喝就没憋住 哦 那后边 嘟 孩子们都傻了 我儿子站起来了 我实在跑不动了 是让你跑步 怎么又是体育课呀 谁说是体育课了 脸红了 那是 讨厌 啊 这节课课间休息 都出去玩 你不许动 哦 你也不许上厕所 受罚 罚你做卫生 下课大伙都出去了 教室里就剩我儿子一个人 留他 擦桌扫地都完事儿 恨得好 啊 你不让我上厕所 打刚才就想去厕所 嗯 不让我去不去吧 不让我去哪儿都是厕所 这叫什么话 讲桌后边有老师一把椅子 那是我讲课做的 于老师的 郭麒麟上这椅子 嗯 苦茶 哎呦 搞了一坨便便 嗨 你就说在那儿就吧 小孩淘气 拿笔写了个条 写的是 仨字我拉的 这多大胆子这孩子 放桌子上 啊 转身出去了 这部分工夫 于老师回来了 啊 很开心 开心 芝麻酱火红糖 哎 终于吃上了 开心啊 哈哈 瞧瞧 嗯 芝麻酱火红糖 啊 谁说的 哇 哎就明白了 一看桌上一条 我拉的 嗯 就知道是孩子们淘气 对 等着吧 啊 门一开啊 云鹏进来了 小月 老师好 好 这仨字念什么呀 嗯 我拉的 哎呦好嘛 这就打呀 站着去 啥这 站着了 嗯 又一开门 又打外边 孔云龙进来了 咱们的小三 嗯 怎么了 挨罚了 嗯 好 老师好 念什么呀 不是这字挨罚了吧 哎 哈哈 我拉的 哎 这也没跑了 这不三十来个学生 啊 每人挨的就打 哦 全跟那站着 那是 到最后郭麒麟进来了 就是他 辛苦大家辛苦受累了 辛苦啊 老师好 嗯 念什么呀 不认识 你怎么能不认识呢 什么呀 我 满屋的人都疯了 啊 你拉的你打我们 嘿嘿嘿 怎么那么乱呢 孩子们憋着打老师 啊 千钧一发 嗯 操场上乱了 怎么了 快来人呐 啊 孙老师中枪了 中枪了 哦 全出去了啊 去瞧去 到操场一看孙胖 躺地躺着 啊 嘴里横着个子弹 哎好 脸都黑了 哎那也是熏的那个 孩子们还捧呢 嗯 练过 怎么 准是子弹过来张嘴叼住了 啊叼住的 哪那么大能 教室里边就剩下余老师和郭麒麟 我们俩没去 你俩对着脸站着 算算账 余老师急了 啊 郭麒麟今天跟你没完 说的说的 我非打上你 对了 孩子说为什么呀 啊 为什么啊 这是什么 我说出来 芝麻酱和红糖 哼哼 你这孩子嘴真硬啊 啊 芝麻酱和红糖 我让你心服口服 你要怎么这样 哎呦呼 嗯 哎呀 怎么意思啊 得亏尝尝 要不上你的当了 嘿嘿嘿